就在几天前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依 端出青年购物有好康住宅政策 牛肉 抛出555方案 对象为信用无重大瑕疵的40岁以下青年 金牌付后首购购物者 免筹投期款提供1500万元额度全额贷款 利息补贴0.5%利息优惠5年的优惠方案 贷款期限最高40年 这方案可行吗 大家好我是小郭 欢迎订阅按赞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目前现行房贷需要二至三成的自备款 不能全额贷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银行要确定贷款人的财务状况 确定贷款人每个月都有余额能够存钱 但侯友依的政策让40岁 以下年轻人一毛钱都不用存 1500万全额贷前五年宽限期只要付利息 这政策优惠看似天堂 但宽限期一过房贷地域就会降临 银行房贷试算表若贷款年限是20年 那五年宽限期过后每个月要 还款的金额是96526元 如果贷款年限是30年 要还的金额是63578元 这个数字对一般正常手购 双薪家庭来说是个可观的数字 五年后这个家庭有能力 每个月缴出6到9万的房贷 并且持续30年吗 真的不一定因为这五年 这个家庭可能小孩出生了 可能买车了 开销不减反增 虽然未来变化会怎么样我们不清楚 还是要等明年总统选举后才会比较明了 我们持续等待吧